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这几天习近平虽然频繁露面 但是他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务须的会见、礼仪这些工作 他没有务实的具体的领导工作 昨天5月27号下午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 可是这个学习的题目居然是一个非常务须的脱离现实的考古学问题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5月27号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学习 这一次集体学习的题目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就是一个考古学问题 因为所谓的中华文明探源 那当然就是一个考古学的问题嘛 习近平说呢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展开研究、学习生肇、研修交流 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那么当前中国疫情仍然在持续 经济是严重的下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召开这么重要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就学一个脱离现实的考古学问题 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习近平已经没什么实权了嘛 所以他只能谈一谈那种脱离现实的考古学的问题了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电视画面 习近平讲话呢 看上去似乎是情绪低落 笔记不足 不过习近平所掌握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还是对习近平这个脱离现实的考古学问题的讲话 进行了一个超长篇的报道 居然时间长达9分35秒 虽然说习近平好像是说了这么多的话 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学的大话、空话、虚话 没有谈到中国当前的问题 什么动态清零啊 经济问题都没谈到 也就是说呢 看上去好像是吹捧习近平 洋洋洒洒给他讲话时间 一个超长的这个新闻联播 长达9分多钟 但是呢 说来说去都是脱离现实的考古学问题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中 唯一重视的一点呢 就是习近平说 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影像深入 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的讲话中啊 最罕见的就是他突然提到叫做团结奋斗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习近平讲话中总是大喊斗争 他是不讲什么团结的 因为团结和斗争是相反的嘛 你强调斗争你就不会也没有办法去讲团结了 北京官媒呢每天给习近平发一条所谓金句 而习近平的这个谈斗争的这个语录啊 就是给习近平塑造一个强人硬汉形象的 叫做重中之重 那个时候习近平说 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 是不是敢于担当 就要看面对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 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 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 习近平说这些话好像是霸气十足啊 他要和这个斗和那个斗 就是说他要把党内反对他的人全部都斗倒 扔机当皇帝 可是现在习近平当年那股霸气好像不见了 开始谈什么团结奋斗了 那么习近平不再谈斗争 开始转而谈团结 这可以说明习近平现在呢 在党内的情况不妙 所以习近平就必谈斗争了嘛 开始谈团结了 也就是暗示呢 现在党内斗争是太激烈了 不过这场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习近平挑发出来的嘛 习近平原以为他通过这场党内斗争 就是他斗别人把别人都斗倒 没想到这个斗争斗来斗去斗到最后 是斗到他自己头上来的 这时候习近平就有点受不住了嘛 他就想放弃斗争要重新团结了 但问题是那些过去被习近平斗的人 被习近平整的人 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弃斗争了嘛 他们当然不会轻易说是和习近平 我们就开始团结了 所以习近平这个团结是喊得太晚了 这场斗争的大火已经烧到他自己头上了 现在呢 北京习近平掌控的宣传部门这些人马是开始总动员 他们试图通过大音量吹喇叭喊口号来为习近平挽回腿势 《求是》杂志旗下的政治理论八月刊叫 红旗文稿近日就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如意的一篇评论文章 这就是一篇反映习近平派系他们当前很焦急情绪的一篇典型的文章 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大谈什么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大谈习近平核心的重要性 公然从历史上要抹掉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位前任领导人 还大喊口号 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 那么这里我们就摘录几段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 党中央决定了的事都不去照办 还是各说各的话各做各的事 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回顾党的历史 遵义会议前 从陈独秀到王明 都没有形成领导核心 因而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和有能力的党中央 致使革命失业屡遭挫折 遵义会议后 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作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开始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这篇文章先是引用习近平的话 又回顾历史 说是陈独秀到王明都没有形成核心 到毛泽东才形成了一个核心 所以毛泽东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用核心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这篇文章接着说 党的十一届三东全会后 因为由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制作为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最根本的就是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从而坚定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充分认识其本质的内在统一性 进一步增强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增强忠诚核心 拥护核心 跟随核心 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这篇文章 他先说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核心 然后马上一跳 跳到习近平了 就说习近平是共产党的第三代核心 那就暗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是核心 他们什么都不是 这就等于说 把中共一百年的历史划成三段 所谓三段论 三个核心 第一个核心是毛泽东 第二个核心是邓小平 第三个核心是习近平 其他像江泽民 胡锦涛 他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习近平是第三个核心 所以全党必须效忠于习近平这个核心 文章在最后又大喊什么忠诚核心 拥护核心 跟随核心 捍卫核心这样的口号 我们看现在习近平宣传派系的这些人马 虽然他们口号调子喊得很高 但是掩盖不住他们的心虚 因为习近平派系的人都是一些只会吹牛拍马这些 所以叫戊虚的人 他们干实事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让他们去干什么事都搞砸 那么现在中国国内对习近平这个坚持极端的清零疫情政策呢 反对神浪是越来越大 据网传视频显示 天津大学众多学生 5月26号晚上在校园聚集 抗议校方的抗议措施是不合理的规定 在视频中学生们还高喊口号 打倒形式主义 打倒官僚主义 在中国打倒这个词 它的政治含义非常明显 如果你要对政府机关部门大喊什么打倒的口号 不管你是打倒什么 这句话喊出来就意味着你是反政府行为 因此中国人都知道 打倒这个词的政治分量 不会有人轻易在公共场合会喊出打倒的口号 这次天津大学的学生喊出打倒的口号 就意味人们的愤怒达到了一个顶点 可以说忍无可忍了 所以才喊出打倒这样的话 现在美国也是在里应外合 要配合北京的反习近平派系 把习近平拉下来 美国总统拜登5月27号 出席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 并向毕业生发表致辞 拜登除了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战争之外 又点名批评习近平 拜登特别曝光了习近平在他当选之夜 习近平致电给他 习近平就对拜登说 民主制度在21世纪无法持续 独裁统治将统治世界 因为民主需要时间凝聚共识 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拜登曝光了习近平 跟他讲了这番话之后 他就批判习近平说 习近平他错了 那么习近平在给拜登这个私人电话中 直率表达自己的意见 公然对拜登反应他反对民主 说是21世纪民主制度不行了 这也符合习近平的性格 但一般来说习近平如此直率的 和拜登说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电话 习近平相信他这个私话 拜登不会被轻易曝光出来 因为曝光出来对习近平来说 这个话也是面子上很不好看的 可是拜登就把习近平私人电话中 他批评民主的话给他曝光出来了 等于就是抹黑习近平 就让全世界认为习近平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丁点民主思想的人 拜登如此公开抹黑习近平 也就是说理应外合 要配合北京的反习近平派系 要把习近平给拉下来 总而言之 昨天下午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学习题目居然是一个非常务虚的 脱离现实的考古学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旁证 就证明习近平已经实权旁落 那么现在估计呢 中共的实际领导权 已经是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手里了 习近平只剩下那些宣传部门 对他的歌功颂德这些虚空的东西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